在抗美援朝50周年之际 一位美国女记者来到抗美援朝纪念馆 将四张年代已久的画像交给馆员 同时还讲述一个鲜为人知的惊天真相 而这个真相的主人公 竟是失踪50年之久的五名志愿军女兵 那四张画像就是属于他们的 那么这五名志愿军女兵为何会失踪这么多年 这几幅画像中又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接下来就为大家讲述五名志愿军女兵的故事 进入主题之前 希望您可以查案点赞两秒 并关注一下 给我一个知识 那是1951年的夏天 经过七个多月的军事较量 美国真正见识到了我军的强大实力 决定谋求光荣的停战 同时我方和朝鲜也意识到 在现有武器装备的条件下 短时间内很难歼灭武装到牙齿的联合国军 于是我军适时的进行战略转变 进入持久作战 积极防御的战略阶段 不过虽然那时我军已经一路将联合国军 打退到三八线以南 但我军后勤补给不足的缺点 也因此暴露了出来 因为在那时 为了不影响行军速度 很多部队通常只携带七天口粮 而战线的拉长 就让后勤补给无法适应 所以为了保存实力 我方的部分志愿军部队 开始采取战略性后仪 不料敌军似乎是早有察觉 亦或者是在守株待兔 某个志愿军部队撤退当晚 遭到美军的火力追击 爆炸的火光 时不时照亮漆黑的叶色 硝烟弥漫山头的各个部分 一时之间 我军被纠缠得无法脱身 为了让重伤员和大部队 率先摆脱掉粘人的美军 卫生队教导员王文慧 帅领卫生队留守在原地 丢置手榴弹与敌军对峙 拖延敌军追击的步伐 在他的指挥下 大部队顺利撤出敌人的包围圈 卫生队也成功突围 可突然 不远处爆发出剧烈的交火声 看似是有人不慎掉队 落进了美军的包围圈 王文慧担心掉队的是伤员 于是命令其他人先往北撤 他则带着两名卫生兵 张兰和王昭帝杀入敌群 侦察情况 就这样 一场震耳欲聋的炮火声 再次充斥在他们三人的耳中 他们知道 自己势单力薄 不能和敌军正面交锋 便小心翼翼地绕开敌军 在黑暗与乱石中穿行 借助茂盛的灌木丛躲避身形 此刻在另一边 一支敌军小分队 正逐渐包围两名藏身于岩石之下的志愿军战士 就在两人将要暴露位置时 敌军纷纠击毙 来人正是王文慧三人 就这样 五名女兵顺利会合 开始结伴撤退 但刚刚的枪声 已经将他们的行踪暴露 美军部队持枪载后疯狂追击 好在天色还未亮堂起来 五名女兵很快就借助地形 将美军甩在了后面 他们也得以稍稍停下脚步 原地休整一番 在交谈中 王文慧了解到 这两名存活的女兵 名叫李毅丽和孙娜娜 是文工团成员 一个是学绘画的 一个是学音乐的 两人都是刚刚参军 而他们的战友都在撤退中不幸牺牲 为了尽快追上大部队 五人开始向远处山的一边撤去 很快 天逐渐亮了起来 昨晚的枭烟 似乎被明媚的阳光洗涤殆尽 但王文慧五人清楚 威胁并未消失 他们在茂密的丛林杂草中穿行 手拉手跨过潺潺小溪 翻越陡峭的山崖 可即便他们左拐右绕 美军还是阴魂不散 好在他们行事谨慎 并未被四处搜寻的敌军找到 就在美军苦恼之际 一块从天而降的石头 给他们指明了追击的道路 五名志愿军女兵在撤退途中 路过陡峭的山路 其中一人不慎踩到松动的石块 山石顺势而下 惊动了山下正在追击的美军 煞时间 子弹炮弹 纷纷清洁而上 在敌军强大的火力压制下 五名女兵只能加快撤退速度 原本制定好的路线也就此被打乱 一颗颗炮弹在他们的身边炸开 小河被炸起一个水柱 山石被炸成一块块碎石 萧嫣再次从这座山中蔓延开来 很快在敌军的强势追击下 五名女兵被围困在了一个山洞中 好在这个山洞一手难攻 若有之前志愿军部队留下的防御攻势 一时半刻 敌军是没办法攻上来的 而山下的美军指挥官 通过望远镜观察到 我方指示几名女兵后 便下令停止攻击 在附近安营扎寨 布置兵力将山洞彻底给围了起来 此时几名女兵的栖身之地 俨然变成了敌军腹地 教导员王文汇清楚 现在不是突围的最好时机 于是他派李毅丽和孙娜娜两人 前往山洞探查情况 他则和其他两人留守在洞口 以防敌人搞突然袭击 李毅丽和孙娜娜在山洞中 经过一番探索后 于山洞深处 发现了一名孕妇 这名孕妇已然陷入昏迷 无论如何呼喊 都没有清醒过来 情急之下 他们连忙喊来王文汇 作为卫生兵的王文汇 简单检查了一下孕妇的情况 发现这名孕妇 似乎几天未进食喝水 应该只是因虚弱导致的短暂昏迷 于是王文汇给孕妇 喂了几口水 掐了掐人钟 孕妇不一会儿便缓缓醒来 这名孕妇是个朝鲜人 三天前 人民军通知他们往北撤离 可不料 他们刚上路 美国飞机就开始轰炸 因为她的身子实在是太过笨重 最后实在是跟不上大部队的步伐 所以只能和丈夫 躲在这个山洞里 两天前 她和丈夫带的粮食吃完了 丈夫便出去找吃的 但到现在还没回来 听到这儿 在场的女兵都意识到 她的丈夫应该凶多其少 毕竟这块地方 已经成为了美军腹地 出去两天都没回来 恐怕已经丧命了 但是这些话 他们都不忍心告诉这位 即将当母亲的朝鲜女人 在这战乱之中 朝鲜老百姓人人自危 生死离别 早已成为常态 也许这位孕妇也心知肚明 但为了孩子 仍在坚持着 不愿放弃任何希望 在敌人腹地解救下一个孕妇 自然是一件好事 但同样也给女兵们 带来更为棘手的问题 因为在撤退时 他们每人都只带了少量的干粮和水 此时本就已所剩无几 现在再加上一名 急需补充营养的孕妇 这些粮食和水 不足以支撑他们六个人 坚持两天 更为糟糕的是 这名孕妇已经临近分娩 山洞中的情况不乐观 不适合生产 王文慧当即决定 必须寻找机会出去 如果一直待在这里 与敌人周旋 那么时间一长 他们必定走上绝路 他们是中国军人 自然不怕牺牲 但他们必须保证百姓的安全 之后 王文慧让王昭帝 在洞内照顾孕妇 其他女兵前往洞口修筑工事 踏去周围查看地形 可突然间 山下虎视眈眈的美军 动用喷火器 朝着洞口扫射而来 好在驻守洞口的女兵躲避及时 没有出现伤亡 原本在附近查看地形的王文慧 听到动静 连忙返回 见指示洞口周围的灌木丛被烧 他敏锐地察觉到 美军似乎并不打算要他们的性命 之所以烧灌木丛 应该是为了防止他们 借助这些灌木丛逃跑 那么美军为什么不杀他们呢 原来美军在发现被他们所围困的 只是五名志愿军女兵时 其指挥官便决定 将这群女兵活捉 拍下他们投降的照片 当作战略宣传的教材 而王文慧自1935年 就加入了党 见识过许多狡诈的敌人 自然很快察觉到敌人的意图 为了不让敌人的阴谋落实 王文慧决定 于深夜进行突围 因为距离突围时间 还有好几个小时 所以女兵李毅丽 开始给其他女兵画起了画像 这样即便他们以后阵亡了 也有人会记住他们的模样 可是因为其他人不会画画 因此李毅丽 没能拥有自己的画像 而这也就是为什么 开头那位美国记者 只拿了四张画像 却讲了五个女兵 在李毅丽画画期间 张岚在一旁 不停地摆弄着几块大石头 有个女兵很好奇 询问张岚在干什么 可张岚却神秘一笑 表示到时候她就知道了 临近突围 女兵们开始吃干粮补充体力 可他们已经将大部分干粮 都给了孕妇 剩余的粮食 根本不够他们吃 就在这时 张岚拿过来一些烤肉 让其他女兵吃 但却并未说这肉的由来 后来就在女兵们 都开始吃烤肉时 张岚表示 这肉是她刚刚用石头陷阱 抓的老鼠做成的 虽然在场的几个女兵 听了之后 都有些反胃 但他们清楚 在这个山洞里面 没有其他可吃的 即便现在他们手中 还有干粮 但干粮 也终有吃完了一天 于是 他们都忍住 生理上的不适 将手中的烤肉吃完 很快 突围时间到了 汪文慧 见洞外的美军 没了动静 便让女兵们收拾装备 搀扶着孕妇 准备突围 可当他们刚出洞口 准备绕到突围时 刺眼的光亮 突然照射过来 原来美军一直都在 守株待兔 巨大的照明灯 悬挂在高处 女兵们瞬间暴露 在美军的射击范围内 随后 美军为了逼退女兵 开始不断射击 为了防止孕妇受伤 他们只能退回山洞 但王文慧 并未就此放弃 他让枪法好的张岚 趁着敌人松懈之际 将美军的照明灯 一一击碎 可是 美军却有了双重准备 没了照明灯 他们就开始放照明弹 黑夜再次被照亮 女兵们根本没有机会突围 无奈之下 他们只能放弃突围计划 等待其他合适的时机 可谁承想 美军已经没了耐心 开始耍各种阴谋手段 清晨 几名美国士兵 推置一辆车 缓缓靠近志愿军女兵 藏身的洞口附近 到达指定地点后 他们将车上载着的伤员 放在地上 随后转身离开 持枪趴在洞口的几名女兵 定睛一看 那名伤员 竟是他们的战友 已经奄奄一息 女兵张兰按捺不住 持枪下去靠近战友 告诉对方 一定会想办法救她离开 但这位重伤的女兵 却拒绝了 她虚弱地说道 这是敌人的阴谋 我不想成为你们的负担 你要真心帮我 就给我一颗手榴弹 张兰虽万般不愿 但也清楚 这是最好的办法 她将手榴弹 往女兵手中一塞 便起身缓缓离去 随着一声爆炸响起 张兰再难忍内心的悲愤 转身朝着敌军开火 但却被敌军强大的火力给击倒 永远闭上了双眼 其他几位女兵悲伤不已 但为了保护孕妇 她们只能选择撤退 等到炮火声平息 几名女兵再次出动 发现美军在附近 放了一堆肉罐头 想以此瓦解她们的意志 志愿军战士 怎会因为食物而丧失斗志 遗忘占有牺牲之痛 将罐头逐个打破 以示她们的绝不屈服 美军见来应的不行 便派出两名代表 上前谈判劝降 一名是随军的美联社记者马力 一名是美军少尉 王文慧见对方是打着白起来的 便决定上前试探一番 看看她们要耍什么滑招 为了给对方一个下马威 同时表明她们的立场 王文慧将之前收缴来的美军头盔 坐在地上 这一举动 引得美军少尉非常不满 但王文慧毫不在意 表示 这是我们缴获的战利品 跟你们没有关系 谈判一开始 双方便陷入僵持阶段 而后美军少尉坚定地告诉女兵 如果十二点还不投降 那么美军就会直接向山洞开炮 她想 没有人能活着离开 就在少尉下完最后通牒时 原本守着洞口的孙娜娜 跑了下来 用一口流利的英语 与对方交谈 希望他们能放过孕妇 让她回到三八县以北 但美军少尉却拒绝了 表示他们只能将孕妇送到汉城 并且他们必须投降 最后 两方谈判并未达成一致 如果两个小时后 女兵没有投降 那么 就将面临敌军炮火的攻击 恰恰这个时候 孕妇临产了 女兵们可以与阵地共存亡 但他们不忍让孕妇和婴儿丧命于此 眼看时间 马上就要到了 孩子还没有生出来 孙娜娜不顾一切地 跑出了山洞 十二点整 孙娜娜站在洞口 拉起了小提琴 悠扬的乐声 吸引了敌人的注意 北军少尉 原本放在扳机上的手指 缓缓退了出来 很快 孩子的啼哭声传来 女兵们的任务完成了 朝鲜女人知道 这些女兵将要永远离开 并让他们给孩子起一个名字 王文慧想了想 那就叫爱华吧 爱我中华 随后 三位女兵走出山洞 和孙娜娜一起慢慢走向敌军 异曲结束 孙娜娜又拉奏起了 义勇军进行曲 每个女兵的脸上满是坚毅的表情 美军们被眼前这荧幕惊呆了 纷纷站在原地 注视着女兵 美军少尉询问记者 知不知道女兵拉的是什么曲子 记者回答道 中国人就是唱着这首歌 打败的日本人 随着距离越来越近 雄壮的乐曲 也到达了最后一个音符 就在记者举起相机 准备拍下女兵时 女兵们拉下了藏在身后的手榴弹 随着一声声爆炸响起 女兵们壮烈牺牲 美军和女记者 亲眼目睹了志愿军战士的不屈精神 50年后 对此事念念不忘的美国女记者 找到了当时在山洞中 出生的那个孩子 和她一起来到中国 参观抗美援朝纪念馆 此后 女记者小心翼翼地 从包里拿出女兵们 遗留下来的四张画像 交给了纪念馆 并将这背后的故事 讲述了出来 50年来 她一直想找到 这些女兵的亲人 告诉她们 她们的孩子 是真正的英雄 至此 向所有抗美援朝志愿军 致以最崇高的敬意